OK 兩片都OK了嗎 嗯 OK 各位朋友晚安 我們今天健康素養的直播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們的副食品 那這邊呢 這本新書是我今年跟雀琪老師 我們一起合出的 那其實我在這個八年前的時候 就有出過一本副食品的書 然後那時候其實跟醫生一起合作 那我寫食譜這樣子 然後後來呢就是說 因為最近這幾年其實 這個副食品的觀念喔 就是改了很多 那所以就想說 那重新寫一本 然後這一次呢 我就邀請了就是 那個雀琪老師來幫我一起 就是寫食譜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就是 要好吃的菜 當然有人就問我說 老師就是 你知道雀琪老師他是藍帶老師 藍帶食譜 然後有人就問我說 那個出版社就說 那個碗皮養師 你出一本書 然後給小寶寶吃的 然後給小寶寶吃的 要請藍帶廚師來幹嗎 感覺 好吃啊 好吃是一分年紀小 或年紀大 對但是因為感覺 小朋友的東西就是 泥泥糊糊糊的嘛 你這個有什麼需要用到藍帶 好像太大才小用 不會不會不會 我覺得我們做料理最重要的是 為心愛的人做料理 對啊 所以我們把我們 我們這次就是把 我的所學的專長 然後跟婉萍姐的專長 我們一起結合 然後我們把這本書 很高興的獻給大家 對因為她其實在做這本書的時候 她本身她的寶寶那個時候 七個月還八個有眼王 對差不多 對 其實她的寶貝就是我們的實驗品 哈哈 黑豬 哈哈哈 就是她媽做什麼 她兒子就要吃什麼 對 吃這本書長大 對 這本書長大說得好 對 好 那因為最主要其實我會請她來做這個 藍帶的廚藝是因為 就是我常常都會遇到 有一些媽媽們呢 就譬如說 她就會說 欸我吃這個 就是感覺就是我買了一個山藥 山藥這麼大條 我剩下的東西要怎麼做 所以今天這本書的重點叫做 親子料理這樣子 好那我先介紹一下 確實老師她有個FB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因為確實老師她有時候會分享一些桌菜 好美食烹飪的方法 美味的食譜 大家也可以到她的粉絲團幫她按一個讚 這樣子 你就可以不定期的收到她做的一些 這個就是美食料理的活動 好那我今天就不多說 我們今天就來讓老師等一下 那個 嗯 分享一下就是 對 這是我們今天要做的 來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我們要做的料理 好 那我們就一邊做呢 就一邊跟大家先聊 大家如果有這個離乳食的一些營養問題呢 都可以就是在這個線上 我們來聊聊天這樣子 OK 好那現在呢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們今天做直播呢 會有這個 好 贈送的活動 贈送呢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書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會有抽 有機會抽獎 抽到一本書 好那另外呢 就是說我們還會有兩張 好就是我們在這個mini cooker 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在這個地方 一個親子食慾教室裡頭呢 它有贈送我們兩個 兩張的九折折架券 他們的大部分的課程都可以打九折 那某些節慶的 就是可能是 但是很高興大家就是 如果有機會可以來上他們的課 因為他們的老師師資都非常的好 那它有些是妻子料理 有些就是媽媽的料理 有些是小孩的料理 都沒有問題 都可以來上課 從三歲就可以來上課囉 三歲到十八歲 對 甚至要大人 好 那我先跟各位粉絲打招呼 有露露在線上 哈囉 馨怡 她說 馨怡 對 應該是你們 對 然後再來呢 對 馨怡說 為小朋友做一份營養的食物 是不是很幸福的 沒有錯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開始來做這一道 就是 老師今天要分享的料理 好 那老師請分享 告訴我們要怎麼做呢 好啊 好啊 我們今天就是 我們就精選的是蝦子 對 為什麼選蝦子呢 因為大部分大家會覺得說 啊 蝦子啊 海鮮啊 是不是不適合做小朋友的理物食 對 或者是 是會咬不動啊 或者說他會不會有一些過敏的 一些問題 沒錯 對 所以我們就順便來分享 這是我在新書裡頭 總共有12個觀念喔 那我們把第10個觀念挑出來 就是一歲期 對不起喔 就是說到底我們 鹽後蛋白質這件事情喔 有沒有意義 因為就像 剛才卓喜老師說喔 很多人都會覺得怎麼樣 就是說不敢吃蝦 因為怕吃了蝦子會過敏這樣子 對 我先看一下我們今天的蝦 我們今天這個是 就是一般買到的蝦仁 那你如果 你如果 不是很放心的話 你如果買不到 你很信任 很覺得很新鮮的蝦仁 你也可以買 一般帶殼的蝦仁 自己剝 自己剝 對 那你剝完之後呢 我們通常剝了這樣之後 對不對 那上面有時候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叫做長泥的部分 其實它就是蝦子的 它要排出身體以前的一個通道 對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把它用牙籤 用一隻牙籤 對 那黑黑的那個 對 你就找它在第二跟第三節中間 也就是蝦子的背拱起來這個地方 蝦子的背拱起來 第二節跟第三節你用什麼東西看啊 沒有一節一節的 這邊第一節 我懂你的意思 第二節 第三節 對 大家看得清楚嗎 可能還要在前面一點點這樣 就是它有點像小山丘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丘 兩個丘 三個丘 所以在第二個丘跟第三個丘的時候 好 然後把它插進去 對 拿籤把它稍微一邊 然後輕輕的把它拔起來 對 那有時候可能拔不乾淨的話 就是第三第四節的地方 再把它放起來 繼續弄起來 對 就把這個長泥把它清掉 對 有Tenny說 美麗的雀喜主廚 她跟你打招呼 傳榮也上線 對 你知道嗎 你知道其實我以前大學的時候 我都在廚房打工 嗯 剛才在弄個蝦子的時候 你知道嗎 其實我平常都不太 我做蝦子料理我都沒有用那個 嗯 因為你知道我有一年我去餐廳打工 然後我們11點開始就是開業 對 我們其實9點開始就要上班 我每一天我要有處理一大欄的蝦子 嗯 那一年從此以後就讓我看到蝦女 我就想要吐 然後啊 就是上班開始我就一直來弄蝦子 弄蝦子弄蝦子弄蝦子弄到我想吐 對 對啊 但是其實因為它 因為它畢竟是蝦子的便便啦 說實話 對 它有時候它附了一些比較重的味道 所以我們通常還是會把它做一個剃除 那有些媽媽就會問說 它那個剃完之後這邊有 但是它的腹部好像有一條欸 那這是不是也是常理啊 欸我沒有發現腹部有一條欸 哦這個 對 就是它上面 就是它有時候發現腹部有 對 但那個不用擔心 那只是它的一個身體的組 紋路 對 那是它的一個類似人的韌帶一樣 好 對 我們今天呢就是要大家請大家看直播呢 做分享 好 1 2 3 3個 就是給大家猜猜看 我們是做哪一個這個食譜呢 好 那直播分享到這個禮拜天 就有證書還有抽這個上課禮卷 好 九折卷這樣子 好接下來呢 好接下來我們蝦子 如果純粹的蝦子當然不好吃嘛 就是味道太重了 所以我們就選了現在 夏天最盛產最好吃的絲瓜 那大家如果在挑絲瓜的時候 你要注意喔 它的表面越粗糙的 對 就摸起來很像月球表面 對對對 我也不知道月球表面 哈哈哈哈 就是它越粗糙的 它就表示它越新鮮 哦越粗糙是越新鮮 對 所以如果越平滑就是越不新鮮 對 如果你其實 如果你試著把它放在冰箱裡面 對 放個一兩個禮拜 你就會發現它摸起來就滑滑的 滑滑的 滑滑的 然後甚至有一點稠稠的 那個黏力出來 就是不新鮮的 好 所以菜市場買一定要買這種 就是要去摸摸它這樣子 嗯 所以新手媽媽們 就是說我們挑絲瓜的時候的方式呢 我為什麼會說新手媽媽 因為我知道像我這個裡頭啊 有些媽媽們都非常的厲害 但是有些媽媽是新手媽媽們 那我們這本書其實目的就是要給新手媽媽們說 就是做菜很簡單 然後並且老師會告訴你一些 在書中告訴你一些烹飪小技巧 或挑選食材的好方法 當它越粗糙 絲瓜表面顆粒越粗糙 就表示它怎麼樣 相對性它的這個 這個就是比較越新鮮這樣子 小黃瓜啊大黃瓜啊 其實也都是一樣的 對 好 那一直播的朋友有在線上嗎 跟大家say hello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 我們在台灣所謂的副食品 就是也是所謂的 就是你們的腐食 小朋友吃的 但是我現在都稱為禮乳食 就是離開母奶 要變成吃正餐 這叫做禮乳食這樣子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做小寶寶吃的 小寶寶吃的話 我們就是 一般我們就打成泥嘛 對 那我們這本書裡面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個很好用的方式 真的 又快速 然後又衛生 簡單 對 就準備一個馬克杯 對 那它最好是純白的 然後沒有什麼太多的 欸為什麼要純白的啊 因為如果它是有一些顏色或是花紋 它可能有上一些其他的釉啊 對 或上一些其他的塗層 對 對 那這個的話 因為我們畢竟要做 整個放到電鍋裡面 對 去做針煮 對 我們還是會擔心它會釋出來一些 對 因為顏色越重的 相對重金屬的風險就會越高 對啊 懂懂 所以你才會挑白色 所以我們就挑了一個白色的這個大馬克杯 那我們就很簡單 我們就把我們的絲瓜 對的 清雲要全白的馬克杯 老師的重點要全白的馬克杯 欸老師那馬克杯要多高多大 馬克杯其實重點就是要有一點深度 要有深度 然後因為我們待會兒蒸完之後 我們會直接把這個調理棒 直接放進去 老師老師我問你喔 衛箱說齁 全連的啊 絲瓜都包起來 沒有辦法摸欸 怎麼辦啊 那你只能看 那怎麼看 看那個超市 看那一家全連生意好不好 哈哈哈哈 那你家生意好 那家家裡的生意好不好 如果生意好 可能放得新鮮 如果生意不好 你就想想 好好笑喔 好好笑喔 所以我們待會兒要用這個 好 所以我們待會兒要 你就記得要把它可以放進去 好 這個大小就可以了 好我知道了 然後意思就是說 就是只要 就是只要就是這個杯子啊 就是你家的這個 欸這叫做什麼棒 有點忘記了 小小棒對不對 食物調理棒 就是只要你的食物調理棒 可以放得進去大小剛剛好就好了 沒有一定要就是什麼樣的size 就是依照你家的方式這樣子 那謝謝安琪 安琪告訴我們說 就是我們除了摸起來要看新鮮之外 然後還要看什麼 就是形狀不要扁扁塌塌的 要圓圓的才好吃 對 那我們現在要帶我們的那個 那我換這邊來嗎 好啊好啊 那我們的媽媽好朋友來了 這就是我們那個台灣之光 真的 我也好愛她喔 大銅電鍋 沒錯 大銅電鍋裡面呢 我們用一個稍微一個稍微價高的一個 有些是架子 菜市場有賣 對對對 如果丟掉了不見了 菜市場有賣 嗯 然後呢我們就把這個 我們的馬克杯直接放到裡面去 對那馬克杯裡頭 再給大家後面看一下喔 就是一直播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這裡頭有絲瓜 再加上我們的蝦子 絲瓜加上我們的蝦子 OK好 就是這麼的簡單 對然後接下來要做什麼老師 接下來呢 我們當然用電鍋煮的時候 我們會在外鍋放一杯 一杯到一杯半的水 好一杯到一杯半的水 有人說黃色的電鍋很可愛 超可愛 我目前我看過紫色的 我很喜歡紫色 我還有看過桃紅色的 還有金色 還有金色喔 喔 我家是很古老的綠色 而且用了20年重點是 都會很壞對不對 對啊 都不壞耶很生氣 其實我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的預算高一點 你可以買純不鏽鋼 這個嗎 嗯 純不鏽鋼 它有純不鏽鋼 對對對 它純不鏽鋼就是它連內層啊 整個機體都是不鏽鋼 那你有時候覺得小朋友的東西 你要安心一點 對 其實用不鏽鋼的是很好的 了解 嗯 那我們就把它蓋子蓋起來 好 然後呢 待會兒就把它這個 放下去 跳起來之後就快好了 OK 好 好 那我在這個時候呢 就跟大家分享喔 就是說 到底蝦子要幾個月的時候 才能夠吃喔 那就是說如果我延後吃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風險這樣子 對 好 那就跟大家分享 有人說它的大銅電鍋是紫色的 好 那是我喜歡的 紫色的 真的有人買不鏽鋼的耶 對啊 而且她媽媽堅持在 對 對 我們家就是全部不鏽鋼 我們家也是全部不鏽鋼的 對啊 OK 好 對 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蝦子呢 到底何時可以吃喔 其實蝦子它是蛋白質的食物喔 它其實四個月就能吃了 對 所以不需要蠻什麼一歲 什麼 這是不需要 因為其實這種蝦子類的東西 我們以前都會認為它容易過敏 就是在我那個年代 我家老大生的時候 我家老大現在八歲了 好 在我們那個時候的時候就說 就是 如果蝦子太早吃 就會造成它更容易過敏 但現在發現不是喔 一定要提醒大家 就是醫學也是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好 就現在告訴我們 我們試了這樣半天 反而孩子的過敏 發生機率越高 所以要提醒大家 四個月就能吃囉 沒錯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再做另外一個料理 對 今天我們就跟晚明姐 一起來做這個 好啊 有人是紅色的 很多人都想換不鏽鋼 但是舊的用不壞 我能了解 知名我家也是 而且重點你知道 那一台不是我買的 是我婆婆買的 你知道嗎 我都結婚十二年了 她都用了二十年 她都不壞耶 這太神奇了 對 所以是那個台灣之光 我家是桃紅色 我沒有辦法 我很希望它壞掉 我才能買新的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做 混沌 好 混沌 好 晚明姐你有做過混沌嗎 我有做過 我先去洗手 好啊 混沌啊 大家就可以去那個市場 傳統的市場 他們就會賣這種混沌皮 你就找那個 賣餃子皮的啊 或是賣麵條的 那種攤子 他們也都會賣這個混沌皮 那混沌皮 它是稍微比 呃 水餃來的 來的薄一點 然後呢 它通常都是用很四方形的 四方形的大小 因為待會兒你就會發現 包包不一樣 好的 那我們要先做混沌的內餡 內餡 內餡一樣呢 我們剛剛的 蝦子嘛 蝦子 好 小寶寶的混沌也是 欸 確實老師你剛才送入電鍋的是孩子吃 那個是小寶寶吃 那現在還沒有長牙的 因為我們等一下長了泥嘛 對 所以剛剛那是還沒長牙的 對 現在就是長牙的 就可以吃 或者是說 我們也可以吃 大人也可以吃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找確實老師來 就是要設計一道就是親子可以吃 就是 就是小小孩可以吃 剩下的食材 我們大人買回來 我們也知道如何吃 或者是你家可能有一個兩歲的小孩 一個可能就是八個月的小孩 或六個月的小孩 然後再加上 再加上我們父母 好 這三個不同年齡層 大家都可以一起吃這樣 沒錯 嗯 所以剛剛我們一樣用鋼的食材嘛 因為你買了一盒蝦子 或買了一條的絲瓜 一定不只用那個一點點 對 所以剩下的我們就包括像蝦子啊 包括像我們今天剛好有多的絲瓜 我再把絲瓜放進來 是 然後還有一點豬的絞肉 好 嗯 然後呢 當然還是要有一點去腥的作用 所以我們會加一點點大蒜 跟一點點的生薑 好 大蒜和生薑都加進去這樣子 對 那我們就把它 我們先把大蒜跟生薑打碎 好 有些媽媽會說 我們家就沒有這台的啊 對啊 我們今天不是賣機器的 我教你不用擔心 所以你如果沒有 你就是用剁的 對對對 我們這個快速的話 我們就用剁的 那就用這個 它的感覺真的很快 很快啊 現在真的是 然後像我們剛剛弄的食物調理棒 其實它有的也都會有附 附那個 就是合 就是一起的 你說什麼意思 啊 就是一起可以打這樣 對啊 它這食物調理棒 它有些是這樣分開來 然後 它就可以一機多用 就 了解 就有多一種 我那時候 我沒有這麼多複雜 我就只有用調理器 那種修 果汁機的那種調理器 哦 對 但那種 我比較不建議媽媽 富士平用那種 因為量開 對 而且就是你要有一定的量 或者它就是 你要用完就是 倒洞 你在這樣使用 對 像這種的話 它的刀片都可以拿起來洗 所以就是非常的好用 對 好 那我們這邊特別再分享一下 就是說 就是鹽厚蛋白質這件事情呢 其實對過敏來講 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挑了一個 非常 感覺大家覺得最容易過敏的食材 對 對 好 所以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吃 四個月以後 但是問題是重點 它要咬得動 要吞得下 對 就是重點要吃得動 這才是重點 對 好 那現在放什麼 現在放我們就把蝦子啊 肉啊 絞肉 我請問一個問題啊 蝦子跟絞肉有沒有比例的問題啊 我這邊是用1比1 我就是 今天Chish老師用的就是 絞肉是1 蝦肉也是1比1的比例 那絲瓜呢 絲瓜是誰一龍 哦 絲瓜就很難吃 每一天要絲瓜也沒有關係 好 每一天要絲瓜也沒有關係 蝦絲瓜是會帶一點甜啦 哦 好 然後多一點水分 好 我們再稍微把它打細一點 因為雖然絞肉是已經絞過了 我們給他們看一下 好啊 欸這怎麼拿 等一下我再打細一點 可是我想讓他們看一下 切量不住的差一點 對 因為我怕打它很細的就是 這是怎麼剝 這樣這樣 哦好好 可惜我現在真的沒這一台機器 好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我們已經打細了 但是Chish老師認為這樣還不夠細喔 所以我們要再細緻一點 欸老師為什麼要再細一點 我覺得一定要細 口感啊 口感比較好 但如果你喜歡帶顆粒的口感 那也OK 哦我懂 就是說如果我們喜歡帶顆粒的口感 這樣就OK了 可是如果你家的肥皮還蠻小的 或者你喜歡口感再細緻一點 就可以再打更細這樣 沒有絕對嘛 沒有絕對嘛 沒有絕對 沒有絕對 好的那我知道了 還有一個是用我們等一下 寶寶的那個混沌啊 對 超小顆 真的嗎 你等一下寶寶寶寶真的那麼小 這個是 這個是 小人國籍的 人家會覺得是超級迷你絲瓜混沌 對 超級迷你 我們把它打氣一點,不然你要不要包 有人問問題,請說 李青雲說,蝦子是不是要挑很新鮮的 因為不新鮮的當然是都會癢癢的 當然,當然 沒錯,講到這邊你問的是一個好問題 有些人會問說 小朋友對於海鮮的過敏 海鮮的過敏分兩種 有一種是我們一吃的蝦子就會過敏 這個東西其實我們會建議 你讓它越小來試,會減低過敏反應更好 而是另外一種,就像你說不新鮮 不新鮮它其實就是說 譬如說你吃10次 可能只有那兩次會有過敏反應 那兩次往往都是因為蝦子不新鮮 而造成了一個抗暑之安 抗暑之安產生以後 我們對抗暑之安的蛋白質產生過敏 所以這個真的就是會跟新不新鮮有關 我建議嘛 媽媽們也可以 因為我兒子小時候唯一一次食物過敏的時候 我記得是他那時候剛得完 剛玫瑰疹剛退掉 對 然後那天我給他吃了一點那個南瓜跟芋頭 南瓜和芋頭 對,但那個是有一定隔夜 就是再加熱過給他吃 然後他就開始全身就起疹著 然後我就覺得太心疼了 了解 所以是不是有時候還是是 大家有時候是他自己身體抵抗力差的時候 有可能 比較容易會過敏 對,就是提醒大家其實 這個有時候過敏反應 他其實是可以被訓練的 就是我們會稱呼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一直強調就是不要太玩給 因為太玩給其實反而過敏反應越高 那有時候他們真的有時候 比如說環境啊,濕度啊 或是剛剛好他可能感冒完啊 抵抗力比較差 那個過敏的反應可能會更激烈 你知道我們家女兒 她什麼時候吃螃蟹 在她一歲的時候 因為我們剛好跟大人一起去吃飯 她第一次吃螃蟹 然後呢就吃得很開心 當天晚上徐麻疹去躺 但是她現在也OK了 好就是說現在她就是對螃蟹也OK 所以有時候其實 就是有時候可能會經歷一點點小小痛苦 然後後來就發現她又OK 可是像有些人就是對海蟹真的會多次過敏 那你大概就會知道她真的就會過敏 就是不要 如果試了一次過敏之後 你可以隔一段時間 隔了兩個月再給她試試看 那時候我兒子就是 我那一次過敏之後 然後我大概又隔了兩個月 然後我就再給她一點芋頭 和一點南瓜 那她就沒有任何的問題 對 老師剛剛有人說我們聲音太小聲 那這樣子大聲一點這樣子 OK 好 然後呢這個題目呢 剛才有人很疑問的問 今天到底是什麼答案 今天其實我們做了兩個 兩個 其實我們今天做了 因為是親子料理 親子料理 所以其實有北迪的料理 也有大人的料理 對 所以其實是兩個答案 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餛飩了 我們先用一個母雞 你這樣子喊害我不好意思 請問母雞 你有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我們調整 我們把那個音量 好 那老師接下來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來做餛飩 那餛飩呢 大家通常想說 沒有做過耶 但實際上真的超簡單 餛飩餛 餛飩 我們剛剛講我們買了市場 有吃過餛飩沒做過餛飩 市場買了餛飩 米粉有什麼好笑 我們家小便在那邊狂笑 你有做過餛飩嗎 真的還假的 唉唷 你那麼厲害喔 好 好 我們先用一個大人的給大家看 因為大人的比較大顆 等一下用小朋友的時候 對 你就會比較順 大人的題很簡單 可是麵皮都一樣大 沒有沒有 等一下我們就把它變小了 好 然後我們就把它拿在手掌心 然後像一個零字形這樣子 零字形 然後我們把餛料放進去 那這個餛料放的多寡 就是看個人的 唉老師對不起我剛剛還忘記 跟他們講說這個細要多細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我們跟剛才之前的比較 有沒有發現它的細緻度有沒有 肉的那個細緻度就更明顯的細 這樣子挖大家可以看的 應該會更清楚 有嗎 好 這樣會不會感覺更清楚一點 好 這個細緻度的感覺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拿回來 來包我的餛飩 好了 我們把它放在正中間 正中間 然後我們手沾一點點的水 對 沾一點點的水 立清說 確醒老師超棒的喔 謝謝謝謝 對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 它不是我們剛剛不是零字形嗎 對不對 對 我們把上面這兩邊塗一點水 好 沾這兩邊 對對對 在上面這兩邊 然後在菱形的兩邊 好就是塗一點水這樣子 防止它黏合 然後再來呢我們就把它合起來 好 然後腳交對腳交 腳交對腳交 變成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 有點像蛋腳那種感覺 好 一個三角形 你說邊邊都捏臉嗎 對對對 都捏起這樣 把邊桿都捏起 我們剛剛有沾水嘛 所以它就好好捏起 三個 兩個腳的邊邊都把它 兩邊都把它捏平 對 好那老師中間的空洞 要把它 對接下來就一秒變混沌了 好 我們就再沾一個 沾一點點再一個腳 腳腳 好 然後就把它黏起來 把這另外這兩邊一起合在一起 黏起來 就一秒變混沌了 這樣嗎 你看是這樣嗎 對對對 那我下面這邊呢 下面這邊沒關係啊 就沒有關係 沒關係這樣子 對對對 大家一看 元寶型的混沌 算吧 剛才是誰說 心儀想要學混沌 這樣子 很簡單吧 好 其實混沌有很多種的包法 但我們就是挑最簡單的 大家方便做就好 登登 有沒有很簡單很簡單 好 那我再來包 好你再包一個小 好我們再來一個 菱形 然後 忘記先放肉 先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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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麼大的一個混沌皮 我很想肉放多一點 放多一點 放多一點 對啊可以嗎 喔好的 好 然後就是我的菱 我要把它變成邊邊 就是塗好 然後腳腳對腳腳 記得要沾水喔 因為我們這個混沌皮 它放久了就會乾掉嘛 所以我們要用水讓它黏合 好那就讓邊邊都把它捏起來 這樣對不對 捏起來 好捏完以後 只要在一邊 再塗水 然後再把它對起來 這樣子對不對 有沒有很簡單 大家也可以教自己 帶自己小朋友做 對 小朋友兩歲啊三歲啊 真的 就可以帶大家去做 可以耶 我回家叫我們家兒子來做好了 那這是很大的對不對 這是大人錢 對 那我們再來做寶寶版的 寶寶版我們就是把它一個 片 我們直接把它切成四 菱形真的不會很難 等一下你就明天去菜市場買 要不然你禮拜天去菜市場買 買皮回來 然後 菱形說包起來的瞬間好療癒 對啊 一秒 一秒的小餛飩 一秒的小餛飩 好 然後七個月大的嬰兒可以吃嗎 就是 它如果咬不動的話 對 七個月大的 等一下可能是電鍋裡頭的那一份 對 因為七個月大它還沒長牙 它可能吃這個就會比較難 好 我們現在一秒又把 你做什麼 對不起我剛剛沒看到 我把餛飩直接對切 切成四分之一 哦 切切 好 所以變成四個 這麼小啊 四個迷你版的餛飩皮 好可愛哦 很可愛吧 然後呢一樣的包嗎 一樣的方法包 所以我們剛才要先用大的去做練習 對 現在再用小的 那就沒有問題啦 小餛飩 迷你小餛飩 所以我們一樣把這個 杏料放進去 好的 迷你小餛飩放進來 然後呢 水一樣沾到兩邊 好可愛 四個邊我們沾兩個邊就好了 好 然後把它折起來 哇這個 哇肉太肥了耶 對 因為我們剛做大的 現在做小的就會 就會比較貪心 太貪心了 塞太多料 大家這個料就是以包的起來為那個 好可愛唷 好可愛唷 為主 一樣把它合起來 所以 大家 我說人人都是厨身 真的喔 其實餛飩一點都不難 然後呢 你可以 在家裏面自己做啊 不難不難 然後你的線納自己做 我的餛飩要爆掉了 太肥了 然後一樣把它喝起來 老師我的餛飩真的太肥了 我太貪心了 把它拿出來一點好了 要不然包不起來 一擠它就爆出來 開始要抓一下那個量 小寶寶的 我們就是迷你版的 所以大家看 我的小餛飩 有沒有很療癒 這個包的不漂亮 我再包一個 等一下拿大的跟小的 可以給我一個抹布或衛生紙 謝謝謝謝 等一下拿大的跟小的做比較 這邊再一個 好 我們就再包一個小餛飩 好 邊邊 也有人說這個是信封式的包法 就是餛飩有很多種包法 什麼叫做信封式啊 就是有點像 因為我們不是把它這樣兩個粘合 對 就有點像是一個信封的感覺 哦 好 就再來包一個小餛飩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樣就包完了 對 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煮餛飩了這樣 大了跟小了 遠迷你版 超迷你版 超迷你版 而且你看它跟我的指頭 超迷你版 它跟我的指頭差不多大 對 超可愛的 大家看一下 大小 有沒有 超迷你版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跟我的手指頭大小差不多大 好 那老師我們電鍋 那我們就可以來煮了 好 所以就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蝦子 我們這個蝦子呢 其實七個月的孩子 絕對可以吃了 其實說蝦肉的部分 我們就用食物攪拌器把它弄成泥 就可以給它 那四個月的小孩呢 其實要吃蝦肉泥有點困難 雖然我們說四個月可以吃蝦 但是呢 問題是因為那個質地的關係 它要完全能夠吞 可能四個月的寶寶有點不太容易 好 但是 比如說到了四個月 快要五個月的時候 你給它試試看 那個泥的狀況其實都已經OK了 嗯 其實我覺得 我們做蝦肉食的料理秘訣 其實很簡單 那他說感覺我玩得很開心 是不是 對啊 有療癒的功能 你沒有剛才看到 有一個朋友說 有療癒的功能嗎 對不對 其實秘訣就是兩個 就是風味跟質地 對 風味的話我們就是把一些 比如說像我們今天用 用 今天用絲瓜跟蝦子去做搭配啊 就是一個風味的搭配 對 然後質地的話就是看小朋友的 咀嚼的能力 比如說它還很小沒有辦法吃 沒有辦法咬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打成泥 那當它越來越可以咬咀嚼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變成那些糊狀啊 甚至像這樣子有點finger food 它可以直接拿起來吃 拿起來吃這樣子 好 其實大概九個月的孩子 就是說像我們剛才做那個小餛飩 它就可以自己拿起來吃沒有問題這樣 所以老師剛才是把水滾了以後 然後再把我剛才的小餛飩給丟進去煮這樣子 然後同時電鍋那邊 我們就在等它就是那個蝦子那個跳起來這樣子 鳳鳳說看起來很好吃 我覺得一定好吃 因為我對那個雀錫老師非常的有信心 因為他是藍帶廚師 他做的東西真的好吃 對 所以呢也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食譜書好了 我的食譜呢 對 給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 小編幫我唸一下 這道料理叫做什麼 隨便翻一下 一層櫻花蝦黑米飯 對 柳橙紅蘿蔔泥 小編他也有買一本書 送給他們家的那個侄子 哇我們的餛飩 柵鴨肉米 餛飩浮起來了 它自己跟煮水餃一樣 就是你如果開始浮起來了 你大概再等一到兩分鐘 對 其實這道料理啊 就是它還可以改成就是 比如說你要包青薑菜也可以 那等到這些東西都包好以後 因為餛飩是可以冷凍起來的 所以我其實我就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家的保姆 就是我把你家老大是送去保姆家 保姆對我們很好 他都會包就是很多的餛飩 然後六日給我帶回家 讓我就不煩惱 有東西可以煮很好吧 對啊 像我們這個其實你包完之後 你冷凍大概放個三個禮拜 都沒有問題 對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這樣 對啊 要吃的時候再拿出來煮一下就好了 對 讓它煮一下 那老師你會建議這個湯的話 用什麼湯呢 我們今天是白水煮湯嘛 對啊 但是如果說我想要喝一個 好喝的餛飩湯 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你就可以加一些青菜啊 綠色的青菜 對 對 然後呢 對 比如說你加一點點 打個蛋花也可以啊 哦 就是讓它更均衡 因為比如說像 如果你的餛飩裡頭 就只有肉跟蝦子都是蛋白質 那裡面有包絲瓜 裡面也可以另外把絲瓜 放在湯裡頭煮 那這樣就是均衡飲食這樣子 對 好可愛喔 小爆薄的 因為比較小顆很快就煮好了 哎呀 給大家看一下 對 沒關係我拿新的湯匙來 大人的比較大顆肉餡比較大在煮 給大家看一下好可愛喔 小小餛飩超可愛這樣子 對 而且碗咪姐你有沒有注意到 對 我們今天沒有用到任何的調味料 對 對對對 你沒有放鹽巴 我沒有放鹽巴 胡椒啊什麼都沒有 對 因為是有薑和蒜 對 其實我們就是用食材本身的甜味 跟鮮味 跟鹹味 我們就不需要加任何調味料 因為小寶寶們 有些媽媽們比較在意那個 哎 謝謝那個母雞她說她有買書喔 謝謝你 對 然後她說教室很乾淨 對 這教室很乾淨 有機會 我去年啊 師大在這個暑假實習 我就是來這邊實習 然後我有另外一本書 叫做把討厭蔬菜變好吃 就是在這個裡頭 就是那個 呃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收集了十位家長 然後做一個工作坊 就是讓這個小朋友 不喜歡吃蔬菜的孩子們 好就是如何給爸媽觀念 然後讓他們去改善烹飪方式 那改善烹飪方式 那時候也是請雀喜老師來幫忙 哦 我們在吃的超挑戰的 對 茄子啊 苦瓜 對苦瓜 很青椒 很青椒 對 所以這本書呢 就是我在這邊跟Mini Cooker 一起合作 還有茄子老師喔 就是說一起合作 因為那個師大研究所的一個 剛好是師大研究所 我們在做一個計劃啦 然後就做做做做 我就覺得這些的觀念 可以跟大家分享 大人也煮好了 對 然後 玉琳說可以加芹菜豬菜 所以我想要吃小餛飩 因為小餛飩好可愛 我想要吃小餛飩 那大人呢 你做完之後 你也可以淋一點白芝麻油啊 或是辣油 好好吃喔 沒有加 好好吃 對 小餛飩請你吃一個 雖然他沒有加鹽巴 可是他很好吃 我覺得加了絲瓜以後 果然跟一般的味道不同 味道更加 就是去鼎泰峰吃一個 絲瓜蝦仁湯包 超貴 超貴啊 對 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平常我們的餛飩有沒有 都沒有吃到 就是沒有放絲瓜 可是我真的不騙你們 你們自己回家做做看 有放絲瓜跟沒有放絲瓜 你知道那個味道上 就是那個風味的甜度上 真的會有差異 看起來沒有什麼 好 然後你們聽我講也沒有什麼 但是你們回去自己做做看 真的有差 重點是我還不用加調味料 對 不用加調味料就很好 嗯 好啊 寶明姐享受美食的時候 而且你看爆汁 對 因為 因為像我們絲瓜 像我們剛剛的 其實肉啊 或蝦仁 太大 這把爆汁 很餓齁 都沒吃飯 我每次直播都等結束後再來吃 太忙了 對啊 好 你要現在做什麼 現在我們小寶寶的 已經從電鍋拿出來了 好 噠 我們剛剛是不是就直接很簡單的 絲瓜跟蝦子進去 然後呢 但是其實蒸了之後 自己 它自己絲瓜會出水 然後蝦子也會有一些水分 所以你就會發現它 欸 裡面看起來怎麼變得好像有加水 對 但事實上我們剛剛沒有 杯子裡面沒有加水喔 就是乾的放進去 對對對 這完全是絲瓜自己的那個 出的手法 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呢 就很簡單 我們這時候再把它打成泥 所以呢 我們就用這個食物調理棒 好 我們就直接把它放進去 所以你像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用那個熱水消毒過 喔 對 所以你買的時候 一定要買這樣全不鏽鋼的 然後你這樣子 你用熱水消毒過 你就不用擔心說 會有二次感染或是污染 那我們也不用換容器 我們直接剛剛的馬克杯 對 直接放進去 因為你這樣就可以把東西放進去 再拿出來 你就不用再洗碗 對 對對對 這是我覺得最好的方法 不用再洗碗 對 你就知道影響師多難 所以我們聞到蝦子的蝦的香味 對 然後呢 大家看一下這上面 登登 這邊都是佩君老師 旁邊上的佩君老師 旁邊就是他們家的兒子 阿姨 阿姨 就是吃這本書長大的孩子 對 好 那我會分享就是 為什麼要叫米乳師 我要再次提醒大家 其實因為我後來發現 就是很多媽媽都把這種 迷迷糊糊的東西 打到一歲半 拜託千萬不要 這些會影響到孩子的 口腔發展 語言的方向 一歲的孩子到一歲半的孩子 慢慢就可以吃軟飯了 好 然後呢 我現在 這個方法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打 你看我現在打的時候 還有一點點 感覺有點顆粒對不對 對 有點 還沒有打到 非常的滑順的 迷糊狀 的時候呢 對 我就再加一點水 為什麼 還要再加水幹嘛 因為它還不夠滑順 小朋友 尤其是四到六個月小朋友 他 對 他的義勿感會覺得比較嚴重 比較重 所以我們再加一點開水進去 好 所以你打不動的時候 你再加開水 打不動就加開水 嗯 所以媽媽們也不用想說 哇 我一開始就要調那個水量 不知道要多少 或多少 我覺得有時候 我覺得搞不清楚 就是要多吸 多活 多捏 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就先打 打的時候我們再來調整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非常滑順了 好 我們給觀眾看一下 給我們的朋友們看一下 這樣子就可以非常滑順的一個狀態了 好 那借我用一下 嗯 對 好香喔 好香喔 很香 那我聞得到這個蝦子的香味 好 那滑順的那個感覺是像這樣子 對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甚至如果你寶寶又 對 剛開始的話 甚至可以再 你可以再加 再吸一點 對對再吸一點 所以如果你再吸一點 相對四個月的寶寶 大概四個月中旬以後 嗯 前面兩個禮拜他可能沒有辦法吃什麼 對 然後所以大概要五個月這樣子的質地 就是差不多五個月這樣的質地 其他大部分的孩子都OK 那當然他如果五個月才剛開始吃 可能還沒有辦法 那他四個月吃的時候一定沒有問題了 好鮮喔 很鮮 然後很甜 嗯 嗯 大家試試看 其實 寶寶也可以吃美食 你知道我很好 這個東西就是 如果你寶寶 吃不下 你自己還會想要拿來吃 對對對 對 你說的 對 因為我知道我以前在醫院 都供那個流脂餐啊 對對對 我都會覺得我要保護好我的牙齒 對 因為我覺得我好討厭吃那種流脂的東西 味道都一樣 但是今天要告訴大家 這樣子打起來很單純 但是味道很好吃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的副食品 李乳食的這個親子料理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大家對於就是很多的這個美食 如何自己來 就請大家 歡迎到確實廚房這個地方 好 就是可以追蹤老師 他會不定期的有一些食譜的分享 這樣 謝謝大家囉 好 那也謝謝大家就是 喜歡我們的新書 好 那如果線上有沒有什麼樣的營養問題 我看一下 哦 對 清雲說他的女兒 九個月不吃冰 不吃冰酸 就是不要吃冰酸 那麼難吃 沒錯 就直接煮麵線 煮燉飯 煮水餃 煮餛飩 煮餛飩 或是一點飯 然後配一點點的菜和肉 這樣OK啦 沒有問題 這才叫做李乳食的定義 沒錯 就是離開液體 要變固體 這叫李乳食 對啊 我們說那條 九個月就開始吃手指食物吧 你讓他嘗試著自己抓著吃 他就很愛吃飯 沒錯 他覺得好好玩哦 怎麼那麼有趣 對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掰掰